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下一秒就爆炸了 可信吗 这肯定不是徐峰 按逻辑上来说 DNA提取不了你就证明不了是徐峰了 那不是徐峰又是谁了 那我不知道 我已经拿到了监控录像 确定是徐峰 什么监控录像 我是公安局730专案组 在你们老板的桌上有一台老实的电脑 有影响吗 是有一台 在哪儿 前几天徐总托我把他寄回他老家了 局长 还在抢救 但是大夫说啊 正好可能停不住了 大夫说啊 童馆三大 整个大夫说啊 监控就了 原来 根本就你点了 监控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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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寄回事 要大概 没话 小冬 阿姨 爸 你走了吗 你就这么走啊 太自私了吧你 从出事到现在 一个字都没留下 咱干警察干警察 死了不要紧牺牲不要紧 这就是职业 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着字呢 受贿警察 那你告诉我 你受没受毁 能让他安静会儿吗 关主任 关 这巴掌打得好 记住了 这巴掌 是替所有人拿的 我一定记住我让所有人 张老师清白的 张老师清白的 让他安静会儿吧 华的 看不了你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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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静静地待会儿了 你整天忙工作 你做忙 都没有时间陪我和孩子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们 我现在不梦了 放心的 走吧 未来不管多难多苦 我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 长大了像你一样 做个好警察 妈 走吧 你走好啊 我 云乡路四条 就是这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嘘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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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车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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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ionaire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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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主 小姐 你放心 长话不会白死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帮人的 走吧 他麦子等你呢 走吧 就送你到这儿 前面有人接应你 注意安全 发考 答案不严心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不好谈你 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少青抓到了吗 是我疏忽 又让他跑了 给你三点时间 我要看到他坐在我们的审讯室里 是 坐下 下面我们商量一下 尽快让张华入土为安的事情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张华同志是在执行任务当中 被犯罪分子袭击 我觉得应该报警烈士 受益荣誉 大力宣传弘扬她的事迹 我基本同意郭局长的意见 但是张晓彤住院 突然收到的两百万元押金 还是该查清楚的 要不然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 留下口识 各位领导 咱们京珍是有人 被犯罪行人人围猎成功 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张华 二百万子王 二百万不能是好些人捐赠吗 张晓彤 小彤现在背心还没有成功 手术都没做了 张华已经死了 怎么还都锈毁了啊 放肆 我们大家谁不希望 还张华一个清白 让张华干干净净地走 谁愿意让她身后 让一些人说三道四啊 坐下 坐下 先看看这个 免得你冲动 你不说肖剑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你自以为是那臭毛病 你今天在医院里 对张华妻子不太多 你不觉得太过分吗 张华的岳父找到我 他告诉我 那个精致的男人 人间是他女儿的初恋 当初竟就因为老外人家喜欢张华 逼迫着他女儿跟张华结婚 这才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冷漠 这加上 因为张华忙于工作 疏于对家庭的照顾 所以导致了家庭的不和谐 又因为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关心不够 所以老人家 才免得了家庭的不和谐 眼睁睁地看这个家庭 一步一步走向解体 老人家跟我说了 让我们对他女儿理解 他希望他女儿和小童 有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不要被公众关注 不要被公众打扰 所以我提议 为张华 抱请烈士和荣誉称号 同时也充分尊重家属的意见 不搞大张旗鼓的宣传 给为王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同意了 别准处 懂你动物格 只力造像 ры 混音 catalyst 可以不行 aime 蓝职智 能朋友吗 好 有 Rest 我们原神的一个人 据资料显示 海翔的账户没动过 旭风个人的账户没有移动 这钱就是高昌筹码里的钱 龙哥控制着境外的组织 白绍青 马世衡 高昌 都是他的属下 那旭风是把自己当杠杆 来敲动龙哥 那也就是说 无论撒咖啡的人是谁 都是旭风指使的 旭风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 好在钱应该还在国内 我想回一趟明海 回去干嘛 据旭风的资料称 自海翔城里以来 一直有一台老电脑跟着他 前不久 这台电脑 回到了明海 我想去查一下 这是什么理由啊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知道 张华的死你心里很难过 但是老黄的死 这台电脑 还有你两个亿 跟你都有关系 这两天 毒茶可能会来 你觉得这个时候回去 合适吗 再让自己漂浮在 人潮人寒 明天的对错 要不这样 你带老黄回去 与其让你在这困死 不如让你 参加战斗 这儿怎么办 别不让灵魂渺小如全爱 如果心 是一片宁静的海 双眼永远不会被遮开 即使自己 在默默地待 面对选择 谁都无法 只剩事外 如果心 是一片宁静的海 总有远 光洒在白雨外 迷途中 忽然想起天来 一路慷慨 终将看到美好未来 进来 夏队 我刚接到电话 督察组说要来谈查小队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好的 你去吧 科副队长 小队 这是徐峰的老牙住址了 不太好找吧 没事 就是发生资料的事 徐峰加在三半月六零一 好 辛苦 没事 总结一下 歇力码 交往 立正 来 你 都不说 那边 都不说 你 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什么年代开线的 年代有点久远了 一看徐峰 以前就是个勤快的人 你好 进来 明居 您找我 小剑还没回来 是 没有 您找他有事 不是我找他有事 恭喜萧组长 水平还真不一般 连这里都能找到 她怎么变身了 这就是她的人工智能了 有可能就是一段录音 找到了 喂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怎么才接电话 我 督察部门要约谈你 赶紧回来 收到 怎么了 督察部门约谈我 搬走 慢点 轻松 你 要不要 你 要不要 你 要不要 还要 你 来 晚点 谢谢啊 福清 谢谢啊 再见 小队 再见啊 早在 路上慢点开 安局 我来了 坐吧 林局长 我们按照程序 对两一战款失踪的问题 我们需要找夏组长 和其他一些同志 落实一些情况 萧组长在哪 怎么没见到他 萧建有急事去了明海 正在回来的路上 要不我们等他一会儿 不用了 我们还要找其他一些同志 落实一些情况 在上一次的高昌案件之后 萧建本应该不再查守此案 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 萧建依然在介入此案 并且在调查的第一线 对此你如何解释 侦查需要 就四个字违反几率吗 萧建是我让他参见这个计划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 我们需要萧建和夏组斌 用明案两套方案进行侦查 实施证明 我们这个方案还是取得成果的 所以下面有什么问题 你们问我吧 林局长 我们想找夏组长 单独了解一下情况 请你回避一下 让我回避 我们坚持 我回避 你还有多久 可能赶不上了 不行 你必须回来 我现在发现了 薛丰重要线索 虽然赶不上 但是我回去可以做说明 过一会儿我把一段视频和录音 先发给你 好 我知道了 喂 警察从虚风明海老宅里搜出一个老电脑 这个电脑我在虚风您家办公室也见吗 这里面肯定有虚风保密的资料 想尽一切办法 你要把它解下来 就等您这句话呢 对了 不许伤人 抢一下电脑就好了 好 您放心吧 走 小队 不好意思各位 肖剑找到了新的证据 他正在回来的路上 请各位稍等 好 老康 有没有注意 后面那车 我们一个点了 嗯 我也发现了 出了明海城 就一直跟着我们 强点了 没带 这是肖剑动用物证的报告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你如果对肖剑的维护超出了范围 我们要考虑你是否在包庇下属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 肖剑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为了更好更快地破案 可两一的涮案款毕竟丢失了 他必须负起他应有的责任 好 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高昌的案件当中 肖剑是被涉及陷害的 正是因为有了肖剑对高昌的调查 我们才发现了三合系的洗钱 才发现了白绍青的地下赌场 如果没有肖剑的话 案件是不会有进展的 这上面有白绍青手下的供述 以及旭丰留下的口信 可以证明肖剑是被陷害的 而且这当中的利害关系 我已经写到报告里了 可毕竟最后的结果 是证据遗失了 对 但是正是因为肖剑的调查 案件才打开了缺口 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结果来看 筹码里的资金最终遗失 并且这是因为肖剑的失误 我建议你们认真考虑它的去留问题 你们的建议和报告 我们会如实上报纪委堂位 15天后 会有最终处理结果 你把命令游打 kuliah 这样 这些方案你拿好的 一会儿前面我下车 会会他们看他们什么人 前面你下车 这是人家写给你说的 你自己带回去 站住 好了 又不用看了什么人了 走好了 皆没有 sim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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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再叫你 谢谢郎 好 怎么回事啊 真是有点大意了 去明海路上 让人盯上了 把电脑抢了 袭警啊 事大了 老何 你不是见过嫌疑犯吗 和那个曹氏兄弟一块儿去 把模拟画像做出来 好 找到让刺盘有损坏 朱惠 拿记住布 跟他们说抓紧时间修复 好的 你没事吧 没事 蹭我一下 结果出来了 继续停止 不得参与办案 行 这结果我认 我知道你尽力了 只要案子顺利 我职位无所谓 你就那么说吧 我还不知道你 警察的荣誉 比什么都重要 荣誉当然重要 但是荣誉和办能力成正比 我不难受 我手里现在有重要证据 什么证据 小警官 我来跟你讲述一下 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 筹码是高昌给我的 我觉得它是三合系的 一个重要关键证 所以我就把它给了张华 希望张华能侦查一下 知道高爽给了我电子密码卡 我才知道 那个筹码里居然有消失了两个亿 因为你们连张华都保护不好 所以我想办法 把两个亿又拿了回去 至于你们关心的 张华被害案的真相 我来告诉你 那都是白哨亲干的 我爸说 这是三合系内部 移动资金的独特方式 他把现金都变成了虚拟货币 然后存在那个筹码牌里 只要你拿着一张密码卡 把它跟筹码牌重叠在一块 就可以在海外的协议银行 或者虚拟货币银行 转账提借案 只有两百万 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热呢 筹码里有两个亿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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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还不错 一样 有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跟他说了 只要你连本带利 把这两个亿还给龙哥 什么事儿没有 头功一切呢 这孙子好 把我的人倒了 然后躲了起来了 当时竞争还差的 幸亏我早有准备 准备好啊 机灵点 把现场处理好 适合 这就是我和高昌内幕交易的视频 会在白朝青手里的原因 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至于我这样做的目的 或者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就需要你们来找了 看来是证据确凿啊 原来白朝青才是真正的凶手 旭丰居然是 整合现场的证据 比得信息 难道我们误解了 我们误解了旭丰的目的 咱们换我一次看啊 假如你是旭丰的话 你会不会留一手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白朝青 背参丰 现在有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旭丰根本没有死 他是故意留下证据给我们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这正好说明了旭丰是故意的 对白朝青的反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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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